青年清晨,北台灣民眾可能都被大雨給驚醒 尤其是新北市,許多地方都傳出了淹水災情 新莊中港大牌附近大積水 騎士騎車涉水經過激起了大片水花 另外汐止崇德國小龐簡直變成像是黃河一樣 好幾台機車慘遍泡水車 根據氣象署的資料顯示 新北市五谷區從早上6點到9點 暖暖3個小時,累積雨量就高達87毫米 機車乘了水上摩托車 大雨一下中港大牌大淹水 激起大片水花,幾乎比機車車身還要高 泥水覆蓋路面五谷疏紅石路同樣慘 騎士們騎車冒險涉水通過 三重8號月題同樣淹 大雨狂下氣機車一經過水花四射 還有五谷工商路路面大積水上班上學的路 變得好艱難 另外在永河區竹林地下道 地下道成了水連洞 雨水稀哩花啦不斷灌入不到幾分鐘 地下道大淹水而在汐止沖德國小龐 地洼處變成黃河 機車慘變泡水車再淹下去 機車就要滅頂 鏡頭再轉往蘆洲 復興路往環堤大道路上 路面同樣大積水 還有新北市興建區一早大雨夜框下 清晨的清盆大雨讓新北傳出淹水災情 讓早起的通勤族 真的一個頭兩個大 這馬聲令昭閒新北市採訪報導